季逍遙軒再來是誰呢 OK 徐若萱 徐若萱 她又跟逍遙軒完全不一樣 是 她是夾那個玉米項 對不對 對 因為像我們那時候 真的超級紅玉米項 就是女生 男生都要 原來這是她帶出來的 對 而且那個很誇張 是連棒棒糖的男生 就王子 小玉 他們都是枕頭都玉米項 然後你走在路上看到背影 就覺得都是同一個人 根本分不出來 因為連男生都很迷 然後像那時候我也有燙玉米項 然後我們都一定要枕頭燙 燙枕頭 燙枕頭 然後而且因為像那時候 我是真的拿去給人家 燙持久的那種 然後可是 好蠢 因為很傷頭髮 對 很傷頭髮 可是那時候太流行了 而且那時候我們學校 是會有個女生就帶一隻 然後每天下課 大家都去排隊 跟她借玉米項一定要燙 所以那時候我為了要 就是每天起來 都已經有完整的時候 我是去髮廊燙枕頭的玉米項 然後到後來頭髮流長 然後那玉米項就慢慢的往下 然後上面就很貼 因為我是扁頭 但是現在不流行枕頭玉米項了 像裡面造型師說也不要用玉米項了 造型可以 就是你平常做點造型可以 但不要用燙頭髮的概念去 對 因為現在如果你燙玉米項 大家都會說很慫 你怎麼會燙玉米項 可是因為我真的是扁頭 然後又加上我最近有接髮片了 所以就變成頭髮太重更塌 就整個頭就是塌到不行 比例上面變得不好看 對 所以妳只要頂部跟兩側蓬就可以嗎 會不會妳把假髮片拿掉就好了 我現在就想留長 想要看起來女人味一點 我會奇怪怪的 我頭髮 我頭型扁的 還是接髮 我覺得現在頭髮頭型就更扁了 更直了 真的怎麼辦 那可以用造型品嗎 不要很難 可以示範給我們看嗎 因為我自己看 對 因為妳頭髮越長 就越重 重 對 妳的毛囊要負擔的那個重量 就越重 她頭髮的條件就是細軟髮 所以細軟髮她又留這麼長 那當然就是扁 而且我看一下 妳給大家看一下後面 看背面 那個擦出來的短的是 她自己的針髮 她以前有染 染過漂的 所以她現在的針髮才到這 可是如果妳不接髮 如果妳自己的頭髮長長 也沒有很好看 我長髮不好看嗎 可是我現在看 我沒有接完 沒有接完的感覺 怎麼虛虛的 虛虛是我自己的髮質 可是下面都是沒有吸 而且中間 很像夾睫毛沒有帶好的 是會分開 中間會分開 因為她的髮量的關係 因為她這一塊的髮量 是最多的 到這一塊就沒有了 對 她應該要剪層次 就假的 對不對 或者是她應該要 全部把它染好 一致的顏色 對 因為她的接髮的技術是 用點的 一點一點一點這樣接上去的 所以她遍布拳頭 可是她是可以移動的 就是她的髮根是可以動的 不像以前全部是一整排的 對 如果真的妳自己的頭髮 留那麼長 會更塌對不對 頭好扁 再看側扁 好扁 就好扁 好扁 妳真的是扁頭 我是超級扁頭 我連屁股都好扁 所以妳留長 我覺得可能也不會到太好 真的 好嗎 所以我應該把這假髮片拿掉 真的 可以 因為妳背面剛剛那樣看沒有 因為接髮片比較好看 我還以為現在看起來比較好看 而且 因為對我來講 其實威姊的頭髮 已經在我的條件上面 在我的目標裡面 它已經算少的 妳留長妳會比它更少 一半 摸起來 威姊妳摸一下 把妳頭髮集中在一起 我的頭髮其實沒有很少 它看起來滿多的 很多 很大一百 妳不會這麼多 妳就是摸起來的感覺 妳會小它 更少 一半以上 因為我的是軟髮對不對 不是軟 就是細軟 細軟髮 細 而且又細 而且斷掉好多 對 我很容易斷 就是因為玉米虛 玉米虛 它就是 還有本身妳頭髮的條件 頭髮條件細軟的關係 妳已經很細了 還敢用玉米虛 妳好勇敢 而且妳頭髮 自己的頭髮已經很細 很軟 她還敢去接假髮 妳還增加她的負擔 她怎麼做 妳不要這樣 妳會毛囊凸了妳就知道 妳到我們這個年紀 妳會更少 還是我剛才就剃光頭 姐姐們 好 妳就剃光頭 蟲 全部跟她重新搶 敢不敢 我可以 現在太流行戴假髮了 我建議妳只要留到這個位置 就好了 哪一剎 什麼 妳怎麼會用那個定型 我們也聽得懂 我們也聽得懂 我們今天就用造型品來幫妳 來完成 妳把手借我 手指頭 好 妳把它 吃掉 妳等它乾 這樣子搓 對 搓完妳看妳有什麼感覺摸起來 它濕濕的 不會 不是油的 要等它乾 要等它乾 不會黏 因為我家裡的五罐都好黏 我是不是挑錯髮皮了 那它不黏是不是 不要黏 不要黏 還有什麼 還有魔術的什麼感覺 有點澀澀的 還有 就是叫澀澀的 澀澀的 為什麼 澀澀它就會支撐它頭髮的 蓬度 把它撐開 因為它頭髮細軟都很滑順 又少 所以我們要在中間創造一些 阻礙它頭髮柔順的造型品 進去把它阻礙它變柔順 所以它就會撐出那個蓬度 因為丫頭的臉型比較圓對不對 對 所以它比較圓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就不要再增加它的高度 我們從這裡來試試看 好不好 它這邊的頭髮髮量應該 不是太多 再加上它現在都是 我覺得你不要再接頭髮 不要接頭髮 接頭髮 接頭不能輸 再來就是你只要噴在 不能輸 要洗也很難洗 對 所以它頭上 頭皮上面好油 我現在洗頭要洗好久 因為不好洗 所以你不要避開頭皮 只要噴這一段就可以了 我們要創造這一段的膨度就好了 可是我覺得它如果燙心梅姐 這種捲動應該很可愛 你 她不喜歡可愛 因為她的聲音很可愛 因為你臉就是可愛的 可是你就是個可愛的 她現在想要封城 我教妳 對 她叫龜姐這樣 打給我 可是我說真的 對 我這麼燙那樣 會很像菜龜姐 我燙都會 會 妳不要講話都不會像菜龜姐 妳聲音可以講 粗魯一點的嗎 沒辦法 我感冒的時候好一點 就比較MAN一點就是 妳怎麼跟人家吵架 好 我們幫她上一點點造型品 在她的兩側跟後方 去創造出一點點的膨度 因為她現在頭髮的重量 真的滿重的 那老師像這一種膨 我們如果一點點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用這樣 噴在裡面嗎 可以啊 我們也可以 如果是你們要用的話 就是噴在手上進去搓 去搓 比較安全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有膨度了啦 原本好塌喔 我們只能做一點效果而已 對 好 這邊再吃 有啦 有... 激染髮的妹妹 千萬不要再靠接髮跟玉米絮 來增加髮量了 不如利用摸起來 試測的造型品 抹在髮根上 就能支撐頭髮 讓頭髮更蓬鬆喔